好 接著來看到台北濱江市場一夜三十多年的雞肉攤 接手的第二代老闆在去年疫情開始的時候 就當機立斷布局了電商通路 推了各式的雞肉製品商品 口味是相當的多變 兩個多月就可以賣出萬隻的腿排 連帶讓南部的業績成長五成 將大把新鮮九層塔細細剁碎 再加入放了乳酪 羅勒等食材的青醬裡 能讓雞腿排醃漬時香味更濃郁 或者分別撒上各式香料 讓味道層層堆疊更有層次 雞腿排好吃的秘訣就在於這二十幾罐的新鮮香料 藉由不同的混搭呈現獨特風味 將醃漬好的雞腿排蒸空包裝 冷凍二十四小時讓香料入味才能出貨 在濱江市場設立超過三十年的雞肉攤 第二代老闆接手後為了不辜負媽媽的期盼 除了堅持原有的傳統 更在去年疫情爆發時發現 只要確診數升高市場人稠就會減少 但也因此從危機秀到新商機 決定布局電商同路 因為大家出來意願變少了 然後大家幾乎都會用手機做網路購物 我們每天的肌肉還是那麼多 然後那麼多員工要吃飯 所以它是強迫性的轉型 想轉型電商也不能只是把商品包裝上架就好 老闆嘗試多種品效與口味變化 讓商品多元性 雞皮面朝下入煎鍋出現淡淡金黃色澤 再翻面中小火慢慢煎煮就可起鍋 用白松露研自過的雞腿排 襯托出雞肉原始鮮香 還有好下飯的花雕雞放入甜椒魚板 調吸附醬汁 是家庭主婦洪小孩吃飯的最愛 甚至連香腸也可以使用雞腿肉製作 少了豬肉的肥肉更健康 去年底部件的電商通路 在疫情爆發後 也成了外縣式訂單代錄機 光是五六月的雞腿排就賣上萬隻 南部的話業績也差不多成長在五成左右 甚至離島 之前在疫情還沒爆發之前 就有人做採購 但是疫情爆發之後 它的次數又變多了 堅持純手工製作 不僅是為了傳承媽媽的味道 更能確保品質穩定 東三財經新聞楊超成 謝偉宜台北報導